《余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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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佩服我父亲 我就佩服他 始终不渝地追求 成名的时候你要追求 但是成了大名 探索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 他在工作吧 我觉得就是一心一意 而且充满着热情 充满着激情 我父亲对周总理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敬重的 他一生他自己就 以总理为榜样 去那么工作的 他讲了一句话 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我相信你将来 自己为中国人骄傲 有的男人就是怜香惜玉形的 我觉得我爸肯定是这种类型的 一个是他可能在他的天性中就有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的母亲 就是在19岁的时候生他的时候 难产去世了 所以我觉得 他对于他母亲的这种 深深的怜惜 对他是起到特别 一种深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我记得他当父亲的 他有一个美丽的 美丽的 他非常敬畅 他一直在笑 他爱了他的家 他爱了他的 马丁尼 他爱了 他爱了 每个地方的文化 这就是他 他做了一个建筑 我认为他也做了 他做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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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这个人的一生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对朋友 像一团火一样 其实我总是说 他对朋友比对家人 还好 他自己呢 给自己写了一首诗 就是特别特别准确的 描写了他这一生的为人 龙公就四行 第一句 我 一团火 灼人 也将自焚 从小吧 这我父亲 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他说 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 能够 为这个人类 做出 留下了什么东西 那他说 没办法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父亲说过 两句话 功勋 富贵 源于世 祭祀利他 重实行 我父亲一辈子 不喜欢碰钱的 我父亲只要遇到 这个祭祀利他的事 找他 他一定是尽力帮忙 他说 就在康乐 我说 帮着我 亲了有心 说是 我们再也会见过面 这父亲挺爱的 那个 那是非常悖争的 还吓他 父亲给吓得 可爱的钟佛 我替他看头 而且被他想成的 更加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